情况不是很乐观呀 这个硬骨底部也开始全部发白了 然后现在它身体上有一层粘膜样的东西 这就是我上次说的像硬骨的布朗洞 所以这可能真的是细菌感染 然后看它身上都白斑 这些白斑其实早在一周前我就发现了 一两周前我就发现了 但今天它好像又加速了这个死亡的过程 昨天发布视频之后有很多朋友就是说 这可能不是温度造成的原因 那基本上是大家都把所有的问题方向 就是指向性的是细菌感染 那我今天下来看了一下 可能我这个缸里面真的是有对SPS有害的细菌 所以今天这个SPS母体 基本上已经没有用了 基本上已经没救了 然后我又观察了一下其他的 也比昨天明显了很多 他们掉了很多的这些组织部分 唉 但过去两个月我也没有往里面添加过任何生物 或者是一些其他从别人缸里拿进来的东西 但我就不知道这个细菌是从哪里来的 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打理这个钢 所以这个水质不是很好 然后就滋生了这种细菌也是有可能 那也有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 具体的还不得而知 我晚一些查一下网上有没有相关资料 或者你知道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的留言区 那看来我今天要给他们做个手术 就把这些坏死部分全部切除 然后再拿点给他们泡一下 看看能否把他们给救回来 因为有网友给我留言 他们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然后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这个硬骨商物给救了回来 那我又回来试一下 现在灯刚开出来啊 可以看到这上面已经比昨天严重了很多 现在左边的这些枝上面还没有状况发生 但右边这半片基本上已经估计要全军覆没了 现在最严重的是这一个 它的根部已经全部发白了 然后现在底下已经变成了胶状的这种感觉 像一层粘膜一样 还包裹在身上在那漂 这个应该已经没有救了 我一会把它整个切下来 然后看一下 剩下组织炮价点看看还有没有用 那有些珊瑚就完全不受影响了 像这一个 红色星球 这个触手都出得非常好 没有任何迹象 这个是迪士尼 迪士尼好像有一些些颜色不大正常 今天早上发现最后面这个 我养了最久的这个硬骨 也开始有烧头现象了 它们的症状基本上就是 身上先开始有一块一块的白斑 也就是说从身上开始 就有这些组织的损失 然后头上也开始会有这些掉皮的现象 所以昨天给我留言的朋友们 你们说的可能非常正确 这个就是细菌感染 那我就用这个点 把它们拿出来先泡一下 然后把坏死的部分先把它给切除 ok这个拿出来了 然后可以看这个底部 这个底部已经变成果冻状 然后背后也是已经有很多斑块 头上也已经掉皮了 先给它泡一会儿吧 有非常多的漂浮物 这些漂浮物其实都是它身上的组织 这个昨天看还没有完全死绝 它现在就完全死了 死的就放这吧 这个是最麻烦最严重的 因为它比较大 然后几乎每个头上面都已经开始掉皮 那我就尽可能的把这些掉皮的组织全部切下来 这些都是有感染迹象的 剪下来这么多 这些大部分都是头上已经被感染了 已经掉皮了 所以我往下面多切了一点 基本上 右边半边所有的头我都切掉了 这个是感染最严重的 因为它的差比较多 然后这一个我也切掉了几次 后面这个也切了点 那这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拿出来的 它的残留部分全部在石头上拿不下来了 它周边的这几个就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就相当奇怪 就在它旁边 然后这个瓦片 这个瓦片发白 这个样子看着像是被光射的 因为这些母体都长在石头上面 然后个体都非常大 我也没办法把它们拿下来泡垫 如果拿出来的话可能整个石头都得拿出来 但是我又没那么大的容器 所以 只能把它们坏死的部分先切除 然后继续再观察一下吧 今天早上跟几个与友交流了一下 然后他们都提出个很好的建议 那就是用多菌的这种产品 倒到这个缸里面 然后去跟这些有害细菌做一个竞争 那我也刚才在亚马逊下单买了一款 专门是来对付有害细菌的这个产品 那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但是这款产品要周五才能寄到 所以就不知道 这接下来几天内 这里面还会发生怎样的情况 那我今天能做的就是给他们做个手术 然后如果你也有更好的办法 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我会给大家保持更新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 拜拜